大家好,我是导演BK,我们现在是在北京 以下这些游戏音乐你应该非常的熟悉 他们都是由小新音乐在这20年陆续创作的 03年,他说音乐全部加起来,4万块钱 那个时候的一个月工资也就2000块钱 一个品类的游戏赚钱了 一堆的游戏就跟着他去抄 客户他就会很明着 就是说你这东西做的可能跟一坨什么一样 他想要什么香味飘来的声音 只要玩家听了想冲钱就行 那么在游戏音乐人的眼中 中国游戏20年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就在等小旭音乐的创始人小旭 他来了 你好,如果也没有点冷 我们还是老规矩 你们做小旭音乐的最开始的钱是从哪来的 钱是自己振出来的 那时候怎么振出来的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现金流比较好 还是靠自己的技术一单一单的滚起来的 从小做到大的 大学专业是计算机 是计算机 对,但是我从小因为学钢琴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的研究 怎么用电脑做音乐 我大概是2001年 我还在读大三的时候就来北京了 我就住在北京电影学院 我一个朋友的地下室 那个时候太年轻 也没有资历 就没有太多的能做音乐的机会 但是我的电脑水平非常的高 所以有个朋友就介绍我去了当时一家唱片公司 叫做喜洋洋唱片 但是不是去做音乐人 是去做网管 公司的电脑坏了 我得随时给人家去修 但是在那个公司呢 当时签了当时比较有名的几个 像田镇 林点乐队 还有水木年华 最上面一排呢 这是我之前写过的游戏音乐的一些书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 那个是第一本 我写的叫MIDI技巧与数字音频 其实就是在20年前吧 告诉大家怎么去用电脑做音乐 这本书就引起了水木年华 当时卢根虚的重视 他说公司不是有个小孩会编曲吗 要不我们有一些歌 可以让这小孩试试 但在那两年正好呢 水木年华加入了第三个人 这个人呢叫姚勇 他是一个也是清华的 而是做游戏出身的 03年正好是非典的时期 五一节 我那个时候已经穷困潦倒到准备去唱酒吧了 正在这个时候 姚勇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 小雪我这有一个游戏 有的配乐你做不做 他说音乐全部加起来 4万块钱 当时4万块钱对我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因为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月工资 也就2000块钱 那款游戏叫一触即发 它是03年的一个深圳开发的 一个FPS的单机游戏 所以那部游戏以后 我真的就是在我的游戏音乐的生涯里面就一触即发了 我们通常指的游戏音频包含三个部分 一个叫做游戏配乐 它是BGM 在游戏里边的玩家能听到的音乐 一个叫做游戏音效 就是我们在游戏中各种的打击声 然后还有一个叫游戏语音 就是在里面各种的喊叫声跟人说话的声音 这个是我们邓老师的我们的资深作曲的工作间 邓老师是做了好多古剑奇弹 仙剑奇侠传 很多的这个作品都是邓老师做的 游戏音乐它相比其他的影视音乐或者是戏剧音乐 它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一些 因为它主要是还是服务于游戏的场景 但是影视还有一些舞台剧的音乐的话 优先机会很高 就观众或者是演员 他在参与这个过程之中 他音乐是在首要的 他得根据这个音乐带动的 他们去进行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叙述 到我的办公室看看 好好好 这个办公室呢 跟一般的办公室可能有点不一样啊 其实这些都是我收集了十几年的各种这个游戏 动画的一些这个手办 在做我的第一个游戏一触即发的时候 正好有一个机会 我跟CGTV5的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正好要做一个电子竞技的栏目 叫做电子竞技世界啊 当时他们听说我在做游戏的音乐 他们也很感兴趣啊 所以说呢他们就一直跟着我去做了一个大概十分钟的一个叫游戏音乐与音乐人的一个专访的纪录片 那个节目一播出以后就有很多人知道哦原来中国还有这么样一个人在专门给游戏做配乐 所以我接踵而至的在一触即发游戏结束之后就接到了不少的啊 因为这个节目看过来的一些这个订单啊就更多的进入到游戏音乐这个世界了 20年前我一个人在一个民居里面啊就是创办了小区音乐吧 那时候还是个工作室 到06年的时候我们有三四个人的时候才成立了公司 电子竞技世界之后呢 我们就一直在接端游 端游呢是大体量啊 开发的公司不多啊 一年可能上市的称死几十款 从音乐角度可能一个端游需要上百首的音乐或者几十首的音乐啊 体量是比较大的 早年的这个端游吧 大家的这个制作的方式还是比较原始的啊 可能一个游戏给你几张截图给你一段文字描述叫我们去这个创作啊 比如说水浒Q传有一首叫林安出雨 应该是绿油油的草地下面啊 上面飘着几朵云 因为它是Q版的游戏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画面 就要让我们去联想我们去创作 对作曲的要求啊 还是挺高的 初先应该是在端游领域第一个网络小说改编的这种 玄幻武侠现侠的啊 而且这个IP的时间非常的长啊 现在他们的手游都一直是我们在做这个配乐 所以从那个游戏之后 其实我们的在这种大型MMO的江湖地位啊 就比较确定了 策划跟你说的一些要求 你怎么去跟你的下面那些人做分解 对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所以说这个角色就叫做音乐总监 曹妙充我们当时想如果二胡的话 它的这个凄凉的感觉可能太强 但是用肖的话它会有一个这种肖色的感觉 在配合下面的电钢琴啊 整个搭配起来就给人一个非常既温暖 又带淡淡忧伤的这个感觉 原则上啊 这个工作流应该是游戏有可以跑的demo 我们最起码清楚这个游戏它的玩法是什么样子的 它大体的划分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话我们好对整个游戏的整体的音频风格 要做一个定位的 包括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问客户 这些玩家他们的音频审美是什么样子的 结合游戏研发团队它的音频审美 如果有那么好的话 我们甚至会把每个场景的视频给录出来 做的时候我们是要看着这个视频我们来去作曲的 先一最被玩家熟悉的就是比较赵灵 他在他们小时候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当时客户给到的一个要求就是 他既要有先见一的音乐的最大的一个记忆链在里头 然后又要符合当时他们相遇的这个情绪 然后他是以这个先见一的一首音乐叫做《蝶恋》为主题 然后进行了一下变奏 然后加上其他的乐器 就以二弧这个主旋律为主 然后就让他们主旋律好听 一下把玩家还有整个情绪拉到了记忆的那个点上面 其实这个就是这种民族乐器 对于这种世界观的这种表达 其实他是非常抒情的 这个是爱尔兰少迪 对爱尔兰的少迪 它其实是一个爱尔兰的民族乐器 然后最经典的是那个 《我心永恒》的那个曲子 前奏就是拿这个笛子锤子 其实几乎每天都会用 有北欧的神话的就会自然而然就会用到这些乐器 比如说一个精明族的一个场景 然后可能配戏里头它会有竖琴 爱尔兰少迪风迪这些东西 就会去勾勒出它这个整个比较魔幻的这种听感 这个墙上呢 呃成立了我们从成立到现在的 这十几年的一个历程跟一个历史的作品 我们从06年的端游 客户端游戏开始 然后到了11年的夜游 网页游戏 再到了1314年的首游时代 夜游其实它的游戏的数量就远远多于端游 但是它的客单价就下降了 比如一个夜游我就用五首音乐 可能一两万块钱就解决问题了 然后夜游因为它对传输速率有要求 所以在音质上面它会把音乐音效进行非常低音质的去压缩 最后这听感其实是比较差的 1213年手游行业的爆发 那是绝对的百花其放 中国的研发CP可能有一两万家 它们对于音乐的要求其实是不高的 而且大量的都是重复题材的 抄来抄去的 就是我说一个DOTA传奇成功了 可能仿DOTA的一年可能几百款 一批量的卡牌游戏 应运而生 像我们自己抄自己的这种案例都很多 就是因为这个成功的产品是小旭做的 那后面我们仿制的我们也去找它 但是正是因为那个时候大量的同质化的产品的产出 其实对于我们品牌的后面的打造 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的 你像DOTA主那样的曲折 单纯就是因为听得多了 大家被洗脑了 加上它的旋律比较简单明快 那真正像那样的曲折 光DOTA主的曲折 我们可能错了 我觉得几千手不为过 并且是基本上 可能一大半的客户来的时候就是 我们就要DOTA主那个感觉 客户他首先对于音品没有那么懂 他们更多的可能还是作为需要一个零件 或者说我需要有音乐 需要出个声 好多特别搞笑的这个就是那个需求 比如他想要什么香味飘来的声音 然后还有我会见识客户说 您是喜欢什么样的乐器 或者这个旋律你是想要稍微悲伤一点 还是稍微欢快一点 他说没关系 你自己看着来 只要玩家听了想冲钱就行 我通常就是会找一些比较偏这个合成器的音色 它是不存在于这个空间的 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 但是香味飘来的声音 同时它也不存在 所以可以用这种就是比较 模拟的这种手法 把它这个声音变得具象化一些 很轻盈 然后带一些很温暖的感觉 然后有很明冻 还有有流淌感 大概就是这样的 声音放大可以听一下 这个感觉 反正是有什么东西落在眼前了 对 就感觉是一股香风或者什么的 那种飘过去的 大概在一二一三年 我们有一次这个危机吧 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业务就越来越多 以前可能我一个人能负责十个大项目 可能现在要变成说 可能我得三到五个人 每个人可能要负责二三十个小项目 那那个时候 但是每个项目你的商务环节了 你的分配环节 收集这些反馈 做结算这些环节 一样都不会少 那个时候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管理能力 在二三十个人的时候跟不太上了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 我们有一个客户的曲子 可能做了一半的时候 这个客户告诉我 他说小旭 你那边是不是有一个人叫谁谁谁 然后他告诉我说 这个人他自己做了一个公司 现在来找我们 想把后面的音乐全部接过去 所以后面我们就有一套的 我们的人员的管理的方法 我们现在是制作人 可能不直接对接客户 中间有一个叫project manager 负责对接客户 第二呢 我们有新人的培养的机制 包括我们的薪酬制度 也不是说死工资 会跟着他的基建 或者是项目奖金 多维度的去避免这样的问题的产生 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项目来举例着 比如说这个项目它的量不大 只有十首音乐 可能有百十来格音效 可能有几百句语音 那每一个项目其实都会有每一条每一个点 然后这些每一条每一个点 它会有每个节点对应的反馈 这过程当中如果出问题 特别是我们之前其实最重的就是 比如说某个制作人离职 新的人接手过来 那我怎么不犯之前客户提过的 这些问题不重复地去犯呢 后来我们自己就开始做一套客户端版本的一套管理系细 从前期销售这一块到项目管理 包括到像吹障 包括像项目溯源 然后再到给制作人的结算 每个部门的结算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来去做处理的 这里边你们看左边的录音棚的名字 很有意思 立党录音棚 领袖录音棚 这都是根据我们以前办公的地点取的名字 我们其实在金玉立岗望金的名居里面 干了整整八年 我们最早是一套名居 大概只有八十多平米 但是坐不下了 人慢慢变得二三十个人了 就租了两套三套 正好是在那个楼道里面串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广州的负责人 也是我的合伙人 叫老和 他这个音效师出身 加入我们团队之后 客厅里面已经坐满人了 那时候厨房没有做饭 他就把灶台拆掉 变成他的办公桌 白天就在那儿办公 晚上就把一个钢丝床 睡在这个厨房里边 就这么艰苦的环境 干了整整的三年 但是因为他毕竟是民居 严个业上是不能办公的 所以就不停的被物业投诉 然后在13年开始做手游以后 业务是越来越多 人员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 而且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录音棚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琢磨说 我们干脆还是换一个地方 所以当时就全北京的选 选到了希尔齐 一栋比较大的这种五六百平米的别墅 我们就从14年就全部搬到别墅里面了 人的规模就慢慢的多起来了 我们还拿到了两轮投资 分别是2014年 游酒游戏的流量总和带领总 对我们的一个天使轮的投资 以及2016年杭州宋城演绎对我们A轮的投资 这两轮投资对我们整体的发展的速度 以及规范化的发展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20年的发展 我觉得可以分为前10年和后10年 1415年为分水岭 前10年大部分的游戏公司 是没有自己的音频的全职的团队的 他们对于音频的要求 鉴赏能力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强 包括音频的协同开发的这些概念 很多的策划其实理解不是特别的深入 音频一定是为这个内容去服务的 你不可能说我把画面摘了单独去听音频 音频的表现多么多么满 但是那个时候很多客户 就是不太懂的客户 他要求就是我的旋律性一定要强 就是我要听到这个声音 我就立刻把玩家在这个场景 所应该获取到的情绪感的感受 都能获取得到 但是那个时候你再搭上画面 再搭上就动作 再搭上剧情的话 其实就会有点溢出来了 就是玩家其实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吵 给我的信息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沉浸到里面 我们最常听见的反馈就是 我觉得这首音乐不好听 这个不好听其实你就极其主观 但这种我们作为一个职业团队 其实我们不会说因为不好听 我不合作这个东西 但是有些客户他就会很明着 就是说你这东西做的可能跟一坨什么一样 关键是这个版本 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可能是 最初我们选参考 我可能做了出版 做了几百年你都满意 然后到最后那一半 到可能到某个到节点了 你说这东西做的可能跟就就就就 就跟什么一样 甚至有些就是之前素质不太好的 他是会直接骂你的 但是从了15年以后 随着网易腾讯在手游时代的慢慢的崛起 米哈游这些慢慢的起来之后 这种大型的手游开发越来越重度化 投入越来越高 他们势必通过外包的形式很难满足他们一些快速响应的需求了 所以他们开始大量的自建音频的团队 16年应该王者荣耀出来了 我们就会发现说 原来一个大型的爆款游戏 一年能创造上百亿的收入 然后王者荣耀的音乐是找Hans Zimmer 很多的这种好莱坞的大的知名的国际作曲去制作的 所以也会知道原来艺术性的追求可以提到这么高 所以说15年以后 其实我们在市场占有率方面是有明显的下降的 但是15年以后 特别随着17、18年以后 手游的重度化的这种开发 可能以前我们一年要做几十款产品 现在可能数量会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但是每一款产品它的体量会越来越大 对于中型的极以下的游戏公司来讲 研发过程中音频它不是说一直在做的 在那个公司可能一年有八个月、九个月是没有人理你的 等到忙的时候天天又加班 可能九九六六的四个加班这么去做 所以游戏公司自己养人的成本 原来要比外包的成本是要高的 到18年的时候人最多有120人 但是18年又出现这个版号的政策 对我们的业务影响很大 到19年从120人裁员到50多人 18年众所周知有十个月国家没有发版号 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新的游戏不立项 那它音乐的需求就会减少 我印象中这个业务的降幅可能有个40%左右 在正好16、17年我们做了人员的扩充 做了很多不赚钱但是成本很高的事儿 我们去做了二次元音乐的演出 我们去做了音乐的版权 我们还签了一些艺人歌手 我们还做了虚拟偶像 但都不太成功 在这个过程中反而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游戏音乐这个还受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就赶紧紧急的踩刹车 过了那阶段之后 我再也不会把团队做得很大 游戏版号政策以前相当于是说 你只要开发就能上线 那时候一年可能上线一两万款手游 赚钱的可能就一百款 那剩下的全是炮灰 然后再到18年 版号政策一出 那那些小的公司它就没有戏了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整个行业 慢慢的聚焦变成精品化研发 有很重要的作用 而且现在的玩家 他们的审美提升是很高的 特别是2020年 随着这个原神这个游戏的成功 米哈游在音乐方面的巨大的投入 原神其实已经变成了这些年 游戏音乐的一个代名词 也是说一个游戏的配角 音乐能够走上主角的舞台 包括原神开拓了很多的音乐会 包括他们拍的各种音乐的宣传片 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 去把音乐这张名片打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于行业肯定是有巨大的好处的 比如说现在就不像以前 完全是靠感官这样的形容词 现在可能会提一些具体的 比如说这个音乐 我就要A小调 就要四四拍 然后就需要什么样的乐器 比如说需要什么编制的弦乐 就是需要管乐 需要打击 就是那种非常庞大的 那种编制的那样的乐器 这个它叫水行 然后是需要拿小提琴的弓去了 然后它是做恐怖音乐比较多的 感觉鬼谣出来了 对 因为乐细致的话 其实我们就不用再去猜 这个音乐应该怎么做 应该是什么样的听感 这是非常好的事 大家请进 看看我们比较炫酷的办公室 这个是开放的办公区 主要都是我们游戏音乐的部门的 有音效师录音师作曲 还有项目经理 别墅干了七年之后 房东突然把房子卖了 这些是租房永远的痛 在疫情期间卖了之后 给了我们三个月时间 把我们赶出来 让我们再去找下一个办公的地点 所以说就在东武汉租了 我们现在的园区 这个办公室我们是 2020年搬过来的 疫情搬过来的 其实租金是很便宜的 大概赚多少钱能好讲吗 18年的一个老公司 赚了很多钱 但是也花了很多的钱 但是现在我们还能有60多个人 活着还是挺不容易的 虽然今年是游戏寒冬 但是我还是乐观满满 我之前说 毕竟18年的从业经历 让我穿越过好多周期 我觉得游戏是一个刚需性的娱乐 它在我们所谓的寒冬里面 只是一个正统企业 或者叫行业的泡沫被挤掉 但是刚需性的娱乐 它一定是一个绿色的 国家政策 从大的方向来上一定是支持的 第二届唱功委音乐奖 最佳电子游戏原生音乐 小旭音乐 恭喜 恭喜 非常开心 我们做了12年的游戏音乐 专注在一个细分领域 今天终于拿到了这个奖 包括我们自己的规模也在控制 不去求我们要做多少产品 而更好的想服务于一些能够成功的产品 这些年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独立游戏 去年做的一部叫《生死轮回》 它算是独立游戏里面 Steam游戏里面 体量比较大的 是个赛博朋克的动作游戏 在一些场景里面用的配音和音效 都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细致的去抠 然后在里面有一个上海背景的 赛博朋克的一个酒店大堂里面 还专门去买了《茉莉花》那首歌的版权 我们去做的改编 所以我是觉得独立游戏 其实它对于审美的要求是挺高的 这个是我们的叫做杜比全景声的捆音棚 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杜比全景声 其实我们以前听的叫5.1的声道 后来进化到7.1的声道 现在又出了一个新的标准叫7.1.4 就是7个环绕音箱 1.1是一个大的低音炮 1.4就是悬到空中还有四支音箱 所以这样的话整个声音的感觉 就从一个平面变成一个立体了 其实现在的一些大型的游戏 其实都在用7.1.4杜比全景声的标准了 所以这个棚我们也是斥资近百万 去年刚装出来的 其实还是对我们的整个的技术提升的作用还是挺大的 音乐制作正好是在研发的中期或者后期来找我们 所以通过我们内部的立项 就能看到说未来一年以后可能市面上流行的作品有哪些 随着原神的成功以后可能1.1.1.2年 立项的二次元产品也很多 在我们这能得到信息的或者找我们寻过架的这种产品就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一窝蜂式的立项又会出来很多 所以我感觉中国的游戏研发确实是有这种一窝蜂的这种不好的趋势吧 就是一个品类的游戏赚钱了 那一堆的游戏就跟着它去抄 如果当下的话可能是大家首先是大型的重度的游戏 无论是MMO还是这种比如说今年特别火的弹载派对 那像这样的全家欢型的休闲游戏可能做的就会越来越多 那当然今年可能小游戏它的试错成本相对比较低 所以说大部分的游戏公司现在可能都在试水这个小游戏 像我们公司每周一我们会把市面上可能这周出的十来个大的产品 在整个会上去过过它的音频 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不好 我们该怎么样去学习 一直到23年 所以这句话叫中国网络游戏的历史的见证点 对 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直想做这个行业的 对 因为主要是还是一点就是非常热爱音乐 但是又特别热爱游戏 所以这两两样热爱结合起来的话 其实是最大的动力 我是觉得像我们这样的行业的从业者 其实对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游戏的载体 它能不能成 所以说我们也在想下一个元神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没有运气能够堵到下一个元神 如果下一个这种全民国民级爆款的游戏 是我们做的音乐 那我们因此就会受到很多的提携 我们2014年开始 我们其实是去东京 去好莱坞 其实都去拜访过当地这些挺知名的这些作曲家 比如说去了以后 他们的工作室可能就是一个民居 可能里面做班的可能就那么两三个人 其他人可能都不做班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其实为什么就是国外的游戏音频的行业 这个阶段了 所以说我们应对的 我觉得我们去应对现在这个游戏音频市场的变化 就是我们也一定要做小新画 就是做小二经 这样的话你的艺术性才能提起来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话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三连的鼓励呢 如果你觉得做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直接来跟我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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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